记者林彦同台北报道,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在市政会议批评中央因政治现实考量,让原博馆改设高雄对北部地区原住民非常不公平,对此原民会再次强调,绝非政治考量而是超越地方,从国家事业衡量。 去年行政院核定国立援助民族博物馆落脚新北市三英新生地但政党轮替后重办选址作业,上周确定由高雄市澄清湖获选引发新北市政府不满,并在市政会议中批评中央。 原民会副主委汪明辉首先强调,改选址高雄绝非政治因素如同上周公布时说明,此决定是依据前政府与国会的决定而成。 他解释,前政府早预期设置新北市会应发争议,于是决议研制给新政府解决。新政府上任后,国会就及要求重新选址,这也是顺应新民意。 王明辉进一步说明,高雄市无论从地址,位置接近南岛民族,交通便捷,周围学术支持或是地域大小等条件都明显优于其他县市,也甚于新北市。 王明辉说,若新北市政府认为让原博管改设高雄对北部地区原住民非常不公平,但同样道理,若设置在新北市也是会印发争议。 因此,选址过程邀请学者专家讨论,各方也都认为选址高雄是最好的决策。 这是超越底房,从国家事业衡量。